我们一年可以这样一心不乱 专心持念欧蔽陀佛圣号 就这三天 两天过去 生命真的就在转眼间好快 大家很用功 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这里精进 学佛好多年 今年是多伦多佛光山 建世二十周年 如果说道场建成启用以来 这也是第二十次的精进念佛弥陀法会 明天是最后一天 所有的功夫要全用了 今天还有一点时间讲讲话 原本所谓打佛七 这个七可以说就是七天 就时间上来说是七天 但是道场还有佛光会 有一些事物比较忙 所以这近这几年 把七天就不能叫简为三天 应该说叫浓缩为三天 七天要把一句 一句欧弥陀佛的功德念入心 现在浓缩只有三天 但是我发现一年一年这样学佛 大家其实跟得很快 应该讲这么二三十年的熏习 这个功夫还是有的 大家要有信心 那我刚刚讲 打佛七 七可以是时间 七天为期 可以一个七 可以三个七 到七个七都可以有 那么我们就时间上说 是浓缩了 但是功夫没有少 那么另外呢 这个七又可以说是 为什么叫打七啊 你总不是打了七天吗 这打什么呢 打我们的心念之中 有一个东西 自我意识非常强 自我中心 这个叫八世之中 叫第七莫那世 所以真正念佛人 念到自己跟佛是一体的 所以我是佛 佛是我 不再是那个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的小我 真正把自己提升 如同佛一样 佛是觉悟的人 佛是包容慈爱众生的人 佛是正物 缘起空性 如果我们要念到跟佛一样啊 那我们的慈悲与智慧 还有那种慈爱众生的那种包容 其实是有代仗 其实是有代价强的 我们不知不觉 又回到那个自我中心 然后我们又跟众生对立了 有我喜欢的人 有我不喜欢的人 所以一年一年 借着打气啊 其实是提升我们的佛性 然后把那个自我中心 什么事情都先考虑自己 然后再看别人的 那个只顾自己 也可以讲自私自了的那个心 那个念啊 要把它对质修正 所以打的除了是七天为奇的时间 另外打的也是这个自私自利的 第七莫纳事 希望这个我啊 真的经过念佛的法门 或者说有些人去打禅气 那是借助禅修的法门 不管这些法门尽管不同 但是要对峙的 那个自我自了的小秤的 那个第七莫纳事啊 要去对峙它 其实目标是一样的 这是今天呢 我说几句话讲 所以各位针对这个叫打气 这种精进念佛啊 叫打佛气 不是七天 现在我们三天 但是要三天的功夫 去对峙我们这个自私自利的 第七莫纳事 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气啊 还是要很谨慎的 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 那另外呢 我们通常啊 打佛气 是会安排在 在阿弥陀佛的圣诞 在阿弥陀佛的圣诞 一般呢 来讲是在农历的 十一月十七号 各位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怀疑过啊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于今十节 而且他的世界离我们 从事向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个在十节前 住得那么遥远的 阿弥陀佛的生日是哪一天啊 是谁说的啊 想过吗 阿弥陀佛没有来告诉我们 他的生日是哪一天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说 所以这十一月十七号 到底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讲到有一位 叫永明严寿禅师 其实这一天 农历十一月十七号 是永明严寿禅师的生日 为什么以他的生日 定为阿弥陀佛的生日啊 永明严寿称为禅师 但是他很特别 他是主张 就提倡禅禅合一 他是禅宗的祖师 他同时也被尊为 是净土宗的禅师 像我们这样子的念佛方式 战佛念佛 然后绕佛之后归位止境 静坐 静坐要叫禅坐 然后再念佛 所以念佛是净土 这个静坐又是修禅 所以这样子的 打气念佛的方式 叫禅禅共修 禅修禅跟修净土 合并合并的 既有禅 既有禅 也有净土 把这两个法门合在一起 这是永明严寿禅师所提倡的 那么当然 这个有一个永明严寿禅师的四料简 对于禅跟禅 这两大法门 他做了一些交叉对比 产生了有四组的情况 叫四料简 我这里没有白板写下来 不过现在查资料很方便 你们去Google 写四料简就可以了 应该就会出现这个资料 是什么呢 他第一段的关系禅跟禅 如果一个人 一个学佛的人 有禅有净土 就是既参禅又修净土 如果两个法门结合起来 叫有禅有净土 就犹如带脚虎 献士为人师来生做佛主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两大法门 你都是真修实练 那就好像 这老虎本来就已经是猛兽的代表了 还长脚的呢 叫戴脚虎 那就是 这等于是寿终之王一样的 非常的勇猛 叫有禅有净土 犹如戴脚虎 老虎的虎 带着脚 老虎长脚了 那就很厉害了 犹如戴脚虎 会是怎么样呢 献士为人师 就你这一身 你就是修行人的榜样 看为大家的老师 叫现士 就这一世 为人师 来生 做佛主 叫成佛 就是说 你把这两个法门 把它一起修起来 那修行的这个力道 就势如破竹 勇猛 无坚不吹 可以断习气 断烦恼 这一身可以当老师 修行人的指导者 来生 就预备要成佛 这个就是讲这个法门 两者就修 很好 但如果 第二种情况 如果 有禅 无净土 对这句话 其实参禅 只参禅的人 是有意见的 但是我想 有名言寿禅师 他白天 真可以说的上 叫日理万机 而且著作无数 然后还要领众 还要见识 到了晚上 念佛不断 就是这样的一位 主事大德 他本身参禅 但是他仍然 写下这一句 如果 第二种情况 有禅 无净土 你光是 这个参禅 当然 如果 专修禅 就如同佛陀一样 他也是在禅定之中 证悟的 不是不行 但是以一般的人来讲 如果 只是流于 一般的 这个空想 或者是说 比较是 理论上 没有很踏实的 这个参修的话 这个参修的话 叫有禅 只是 比较是 不是真正的那种 真的禅的话 平禅也可以 就是禅定也可以到 明心见性 但以一般的人来讲 你没有净土的 扎实的 这种功夫 有禅 无净土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讲 就是有可能走错路 叫十人 九错陀 就是 十个人 有九个会走偏 容易走偏 走错路 十人 九错陀 可能 就是说 因尽若现前 偏尔随他去 因尽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到了临终的时候 这个死相 现前 可能 偏尔 就是 转眼 就随着境界走了 这是有可能的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说有位 这个禅师 当然他 这个还是很用功 一个人 在深山里修行 就有 在一户人家 专门供养他 但一段时间 这位禅师觉得自己 这个功夫 不到家 看来 还是另外要再去 继续去 参学 所以 就跟这一户 护法 告知 那这位供养的师姐 这位 这个老菩萨 就说 要他多留两天 他帮他准备一点 路上的盘缠 毕竟过去 不是那么方便 过两天 那老菩萨 他们一对母女 送来了供养 就一件袈裟 在古代 出家人 衣服 各方面 布料 都不是那么方便 出远门 多备一份 就一件袈裟 然后四定元宝 就送过来了 那就讲好 第二天早上 就要告辞 他们会来送 收下这个供养 那天晚上 他也是打坐 拜佛之后 休息了 就在睡到半夜 睡梦中 突然听到有声音 好像 好像几个人 扛着很重的东西 他睁开眼睛 因为听到扛东西 那个 黑手 黑手 那个好像很重的 吃力的那个声音 由远而近 靠过来 他睁开眼睛 看到几个 亲衣童子 就年轻人 扛着一座 莲花宝轿 轿子 一顶轿子 而且非常的庄严 是莲花形的 莲花宝轿 就停在他的床边 然后呢 就跟这个出家人讲 说法师 你修行精进 现在功德 现在功德圆满 我们是奉命 要接您去享福的 您请入座 请敬教了 这个禅师就说 我才觉得自己修行 这个不得力 差得远 还要再去参学 学习 还没到享福的时候 你们走吧 我不去 这个年轻人 就说 禅师 你太客气了 您的精进 远近闻名 您就不要再推迟 请赶快 这个 进轿子里去 这样几番 这出家人 就说 我明明就修行不到家 不能跟你去享福的 你们走 但另外几个年轻人 就一直请 最后呢 这个为首的年轻人 语气有点不客气了 法师啊 你要知道啊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 来接你的 你总不能让我们空教而回吧 有一点胁迫性 这个出家人呢 有把拜佛的隐庆 法气了 不能空教啊 那他就随手 拿起旁边的 这个床边的隐庆 拿起来 就往轿子里头一放 这就不空了 你们走吧 这个隐庆就代表了 你们已经来过了 你们走吧 就这样 他不跟着去享福 就这样就睡下去 到第二天 这对母女啊 这护法信徒啊 就来送了 那这个随身的行囊都已经包好 要走了 不过呢 这位老菩萨呢 手里拿了一把隐庆 他说师父啊 这把隐庆 好像平常时你拜佛用的那把隐庆 他一看 他说奇怪了 我的隐庆怎么跑到你们家去啊 我今天早上起来 打包找不到 怎么会到你们家呢 这个老菩萨就说 我们家那一匹母马 要生小马 但是呢 生下来是个死胎 然后跟着这个死胎 一起出来的 就是这一把隐庆 明白哦 原来 那个看起来 很 很庄严华丽的 那一顶莲花宝教 其实不是接他去享福的 是要接他 去做牛做马 要入马胎了 就修行没有成就 平白受这些供养 已经到了福尽的时候啊 用不起这些福报了 得去人家家里头 投胎 做马 去还债了 所以这个叫阴静现前 就是好像要往生 临终的 那种情境 各种情境 真真假假 好好坏坏 都有可能 这个资料箭里头讲啊 如果说啊 你光是 这个 禅啊 就是光是 空空的在那里打坐 还说言语道断 还说 不立文字 种种这些 那没有什么真实的修为的话 说十人九搓妥 阴静若先前 偏尔随他去 不过这个出家人 他还好有自知之明啊 下了一身冷汗 当时啊 就说了一首寄语 一件夹沙 一张皮 四定元宝 四个提 一件夹沙 四定元宝 就是本来 这位老菩萨的供养嘛 他讲 一件夹沙 一张皮 这个瘦皮 马的皮 四定元宝 四个提 若非老那 就自己出家人 若非老那 禅定生 早于儒家 坐马骑 所以如果弄得不好啊 还不知道下一步 往哪里去 出家人如此 在家 何况不是这样呢 所以 不是在家出家的问题 是真的 自己的功夫 如果不到家 福报用尽啊 夜报要现钱啊 要去兑现啊 各种情境 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没有真实的功夫啊 偏尔随他去 如果不是有自知之明 如果不是真 还有一点定力 可能看到这个美好的情境 觉得说 哦 原来 不用这么辛苦 去念佛 去修行啦 原来就可以 上轿子 就去享福啦 就好像我们念佛 今天晚上如果有人 扛着轿子来接你啊 你上不上教啊 说你两天念佛就够啦 可以休息啦 去享福去 请上教 你要自知之明 跟他讲谢谢 还差得远呢 不去 留的这个设身在啊 还有好多要去修 要去学的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还记得吗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现世为人师 来生做佛主 那只是有禅无净土呢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久蹉跎 然后呢 阴静若先前 偏随他去 太危险啦 那倒过来 无禅有净土 说要执下 明心见性的 这种禅修 我们不懂 我们就是老实念佛 他叫无禅有净土 这个呢 说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就说你只要 就万修万人去 这个功夫还是很实在的 就是很稳当的 很稳当的啦 就是说 你可以万修万人去 一万个人修 就一万个人 可以往生西方 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但得见弥陀 你都可以见到 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诸大菩萨 诸上善人 说何愁不开悟 那里是进步很快的 一个地方 所以讲起来这两者 这是鲜料界里头三个 那另外第四个情况 就很糟糕了 无禅 无净土 什么都没有 那留给你的是什么呢 铁床并铜柱 什么铁床 什么铜柱啊 你说 听起来蛮豪华的嘛 哇 这个家里头还有铜柱啊 这个凋梁化洞的感觉 这很抱歉啊 那个是在地狱的铁床 是在拒 拒人的身体的 铜柱是什么 泡落行啊 就是把这个铜柱 烧得通红 让人去抱着那个铜柱的 那个刑法 这不敢想象 说如果你什么修都没有 无禅无净土 既然什么都没有 就加送一点礼物 叫铁床并铜柱 千生与万劫 每个人依附 没有人可以靠 没有人可以救的 只有自作 还自寿 去承受 那一些苦果啦 饿的果报啦 这个饲料碱呢 是永明言寿禅师 他所留下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 就交叉 禅跟禁 都有跟都没有 还有其中一样 那么他修行的 呈现的结果的可能性 他把它提出来 是很有名的 这个可以讲 差不多 这个修净土的念佛人 都会很熟悉 永明言寿的这个饲料解 那么所以呢 因为他是这样子的 一位祖师大德 那么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就是 欧弥陀佛 是现在这个人间 有许多的迹象 都指向 他就是欧弥陀佛 那么可以讲 带着我们呢 该怎么样 把这个净土修好 所以就以永明言寿的 永明言寿禅师的生日 农历十一月十七号 就把它定为 是欧弥陀佛的圣诞 所以这个日子 是这样子来的 并不是说 在他方世界 欧弥陀佛告诉我们这样 那么这是 今天也这样跟大家讲 那么就是 像昨天呢 谈到 说我们这个 每次念佛 一定提起的是 净土的三支梁 信 愿 行 这个昨天都有提到 那谈到行呢 昨天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不想大家太晚 那么就把这个 所谓的行 分为正行 正行当然就是念佛 怎么样把一句佛号念好 念佛本来的方法有很多种 如果是你自己念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便去念 但是如果是随众呢 就像我们这几天 这样子的念佛方式 各位听着那个 隐庆墓语 听这个讯号 当然隐庆墓语 如果那么人多 一念起来 有时候可能听不清楚 那还好 我们用这个麦克风 几位法师跟着 我们在上面听得很清楚 就跟着这个节奏 带着大家一起念 这样子的禅进共修 的这种念佛呢 就要精进念佛 由慢到快 快要更快 快到呢 那个其他的妄想 杂念 找不到缝隙进来 快到呢 你就在一片光中 要见到欧弥陀佛 如果你的 这个菩提心 这个行菩萨道 你都是在 利益众生 都是在帮助别人的话 你在念的时候 念到最后 不是你一个人 对着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不是来接你一个人 不是 你念的时候 随着这个速度 随着这佛号呢 无数的众生 往欧弥陀佛的地方去 这个是 可以讲了 就是念佛 那种意念上 会从你一个人 到无数的众生 同生彼国 是会有这种 这种感受 那么这样子的念佛 因为快 我想提醒大家 因为我在念的时候 我听纠察师傅 跟我讲说 有些人呢 没跟上 那没跟上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昨天其实谈到过 那个欧 欧弥陀佛 当念得快的时候呢 重点要摆在佛 所以在念的时候呢 如果啦 我现在示范一下 这个沐鱼在吹快 如果你的念佛方式 重点摆在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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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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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出来吗 重点摆在哪里 头 那个 阿弥陀佛 哦 哦 是很快的 就不是 哦 阿弥陀佛 哦 阿弥陀佛 你在哦的时候 我们已经念完两句了 所以如果你要跟得上的话 你把那个那个口不要不要张那么大 稍微有一点包着的 那个那个佛号在口里头推出来的 大概这样子讲各位明白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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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过去 阿弥陀佛 有人问是要念阿弥陀佛 还是念阿弥陀佛 平常时都没有关系 都一样的嘛 有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大江南北 这个北方南方的法师啊 我们过去的老法师 一路传下来都有一点不同 不过呢 我们跟着大师在念啊 一般我们听到一些老和尚在念 还是念阿弥陀佛比较多了 那平常时啊 你单一 你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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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OK 但是如果你真是这样念的时候 你试试看 如果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怎么念快 还没阿完已经都一句过了 为什么会是欧呢 当他绵绵蜜蜜蜜 很快速的时候 很自然出来的音是欧 嗯 你们去做实验看看 如果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快不起来 你真要快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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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很容易哭出來的 因為你就就在光中 就在那個好像瞬間 去到佛的世界了 是會這樣子的感應 所以這個講到念佛 這個講這個性願行 行正行是念佛 住行 看來今天又跟昨天時間一樣 一講到住行 其實是淨土三福行 我今天就稍微這樣念過去 舉例解釋 就明天再來說好嗎 三大類 第一類 這是做人的根本 就是有一些人誤會 以為我這一生是人 我來生也會是人 不一定 有人壞事做盡了 然後還大言不慘 說怕什麼 這個大不了 就是說如果被處決了 大不了 這個二十年後又是好漢一條 我說不一定 可能好狗一條 六道裡頭 給你做人 你沒有把人做好 失去做人的資格 你哪裡還可以是好漢呢 三惡道有份 地獄 惡鬼 畜生 不曉得在哪裡先 那總是要知道 往後就說我們這一生是人 這麼有福報 在這裡聽講佛法 在這裡互相共勉 這很有福報 那麼要講說來生 我們最好是趁著這一生這麼大的修行 這麼大的福報啊 但是發願往生 說婆啊 叫堪人 真的 有時候我講 不是久留之地 除非你有把握 我們就跟著大師發願 隨著大師趁願再來 我們的師父上人 心靈大師 他要在人間宣揚佛教 叫人間佛教 他已經講好了 來生要再來 要再做和尚 而且也說了 要投胎到哪一國去 馬來西亞 我自己想 為什麼是馬來西亞呢 因為馬來西亞 出生一個人 那個環境 可以會幾種語言 而且可以接觸 有這個華文的文化 有印度的文化 就是華人 在家印度 我覺得大概就在那裡 那是一個 跟佛教很有姻緣的國家 而且在那裡 千年入道 在全佛光山 來自馬來西亞的 法師人數最多 除了台灣以外 就是馬來西亞 要以語言跟多種文化來講 馬來西亞有優勢 所以大師是明眼人 我們會在哪裡跟大師相遇呢 發願 總之不管在哪裡 最後都要找到師父 在人間找到師父 不過就是說 你要有把握 修行有把握 行菩薩道有把握 你就發願 再來人間 共修 在這裡 在人間成佛 如果你沒有什麼把握 我勸大家 就使心踏地 發願往生西方 好不好 老實一點 實際一點 但是我要講 就是說 如果再來 你怎麼知道 往後 你要拿一些功課 把握好 第一類 是至少 至少 如果你沒有走成 其實 在許多經典之中 許多的佛菩薩都是 我們發願往西方 功力不夠 像要是佛 你念要是佛 聖好 他也要助你往生西方 戒律不夠圓滿 他要助你圓滿 其實我們是很幸福的 在諸佛菩薩的 忽悠之中的 那麼總是呢 就是你先自己 先確認 第一類的功課 是做人的基本 第一點叫 孝順覆魔 奉事師長 慈心 慈悲心 慈心不殺 就不殺生 愛護動物也好 媳福不浪費也好 放人一條生路也好 那個慈心不殺 從孝順父母 奉事師長 慈心不殺 修十三頁 修十三頁 就是你的生口意 要把他 這個生 不殺到淫口 不餓口 妄言其餘兩舍 一心念 不起貪嗔痴 至少你要適度的是在你的修行 節制之中 這是第一類 如果你第一類 這個十三頁做好的話 至少不會失去做人的資格 第一類 第二類呢 這是講把一句佛號念好的住行 第一類 大家一邊聽一邊想一想 自己可有做到佛 第一類 第二類呢 修足三規 就授辭三規 修足仲介 不犯威夷 在佛光山學威夷 學規矩 為什麼那麼強調啊 這是淨土三福行講的那麼清楚啊 就是從你授辭三規 就是從你授辭三規 規一三保 修足仲介 你該是在家界出家界 你自己都做好 然後不犯威夷 對於一個佛教徒 佛弟子的 這個言行舉止 各方面 你自己不會違反 那麼這是第二類 在行儀上 第三類呢 是在進一步的 在覺悟的路上 成佛的路上 你要從發菩提心開始 發菩提心 身信因果 读誦大乘 勸進行者 從發起這一份要覺悟的心 叫發菩提心 身信因果 你對於因緣果報這個道理 這麼科學的道理 你要確立 確信 不動揚 不管 譬如說 今天來念佛 結果明天感冒 有些人就說 你看念佛也沒有保佑 那我也不去拜佛了 念佛有念佛的因果 感冒有感冒的因果 你不要錯亂了 所以有些人常常是這樣子 一花接木 自己亂接一通 或者聽人家一講 這些其實自己要很清楚 從發菩提心身信因果 然後讀誦佛陀教導我們講了這麼多的大乘經典 真的各位去看大師這一本書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佛陀的本懷在大乘經典之中講得這麼清楚 但是佛教發展 尤其進入中國都兩千年以上了 這染上太多色彩 披了太多外加的迷信的太多各種的色彩 真的要回到佛陀的時代 很單純的 佛教是沒有離開生活的 佛陀教導我們的本來就是人間佛教啊 所以讀誦大乘 這是大乘經典 要去學習 然後勸進行者 不是只有自己受到得度得力 你還要勸進行者 你要去鼓勵你身邊的人 讓他們也像你這樣有福報 可以清淨三寶 可以文法得度 這個是簡單 先把這個淨土的三福行 你這個三個做好 是增長善根福的因緣 你才可以去輔助你 把一句佛號給念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明天最後一天 所有的功夫 一定要把它念到很成熟 那這個功夫 這堂功課做好 又帶著我們送走2017年 要迎接新的一年了 一年一年過 年紀一年一年長 但是應該要越來越肯定 越來越有信心 也越來越歡喜 各位認同嗎 同意 可以 我們大家一起繼續精進 我們就到這裡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先站起來 我們連續兩天 念西方發願文 明天我們就要公讀師父上人為我們 代替我們寫的向歐彌陀佛祈願文 也可以說就是把西方發願文 把它用現代的語言按照我們向歐彌陀佛的心願 祈願幫我們寫下來 所以明天早上九點半繼續用功 明天晚上就沒有相別了 到聽完講話應當是五點 所以說是一天 也不買一天 但我想 時間 就如同念佛的數量 不是重點 是那個內容 是那個值 那個質量 才是重點 一心不亂 才是重點 好嗎 祝福大家 歐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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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彌陀佛